杨守忠练嘛 杨守忠啊 杨守忠是杨胜甫的大儿子 你们上网看 看他练吧 当初刚开始杨守忠的 杨守忠的影片 放到YouTube上的时候 本来是密的 本来他们都藏着 他们密的都不放的 后来被放到 网络上去 大家不晓得他是谁 因为杨守忠他们 杨家人很怎么讲 很低调的 很低调的 那个影片也不是很清楚 大家看到了 那什么太极拳吧 那什么太极拳吧 一直在批评不对 没有中正啊 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不符合全经全理 到最后别人说 那个是杨守忠 杨家遗传 全部 看不懂啊 因为跟流行的东西不一样 流行的东西都是讲中正嘛 转动 上步 这个嘛 不是啊杨守忠的不是啊 杨守忠的是 他的全架像一只老虎一样 他的全架起来 他是 他是 他是这种架 一样他要走过去的 他也是 他也是这样走 他的 是是这样的事 他上步也是那样上步 是 拔 拔腿 是用胯 他不是拖 这样子上步的啊 他上步是 抽起来 啪这样就上了 人家上的你看不出来 可是他他就是这样上 他的步就是这样 他的身子是斜的 好像一只老虎要往前扑一样 他不是这样子 杨守忠的你有没有看 有吗 是不是 对 哦 The clip of杨守忠 这个是有名的人 The son of杨成福 directed from young family 因为我不太知道意思 OK Real young fan 羊太极拳 啊哦 Real young style 所以不一样 不一样 是讲过的方向 对 对 对 流行的东西都是改变成 大部分的人会做 才可以流行吗 是不是 你在男的东西 我要推广的时候 我必须把它 把煎熬把男的地方拿 拿掉 我要把它变成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做 它才能推广 对不对 所以所有推广出来的东西 你们要注意 所有推广出来的东西 它是有传统的 可是变成推广的 包括鱼 鱼 鱼家 包括这些东西 它只要是推广的 每个人都会做了 它就离原来真实的东西 非常远 知道的吗 因为原来真实的东西 它不是给大众练 练的 它是少数人练的 练的 所以它才能发展到一个精致 是一个高深 大家羡慕的程度 大家养之米高 好棒 好棒 我想学 张三也想学 李四也想学 那怎么办 有的人就逃到山里去了 他不要教 他不要 不要把这个东西教你们 他跑到山里去 有的人不行 有的人官方来请他 有一些社会的压力 请他 好吧 那你们要学 我就把我的东西 改成你们可以学的样子 来教你们 这个就叫推广 所以要了解这个 要了解这个 我们真正要追求一个东西 要往这个地方 往 往少的地方去求 我一个朋友说 他修到 修到要往人少钱少的地方去 人多钱多的地方 很难 很难远到 你要往人少钱少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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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走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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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